来看看这耍浪漫不成 现在还要负担百万赔偿了 大家说他们真的是爱得太火了 新竹娇大这位22岁的大学生 他希望给女友一个生日的惊喜 所以特别呢 在旅馆的房间的床上 用了100根的小蜡烛 排上Happy Birthday的字样 要祝女友生日快乐 听起来很浪漫 但是呢 他把蜡烛点燃之后 出门去迎接女友了 万万没想到半个小时过后 他们到旅馆这边看到的 不是惊喜而是惊吓 因为整间房间浓烟密布 已经被火烧了 求婚告白 点蜡烛耍浪漫 小心爱得太火 也会酿成灾 新竹娇大声 为了帮女友庆生 在旅馆床上 用100根小蜡烛 排生日快乐 想给女友一个惊喜 没想到30分钟后 接到女友 两人打算浪漫一下 看到的却是满屋子的浓烟 他在房间里面点蜡烟 做好庆祝生日吗 还是 就我不晓得是 因为他是单的 实在紧拍资 想要耍浪漫 却差点把旅馆给烧掉 进口床单床罩 全都被烧得一团黑 房间地毯也全部泡水 这有听到什么样的声音 应该就只有看到烟而已 看到烟 都是旅馆的嘛 对 小房车全出动 没想到爱得过火 也会成火灾 大学生自认有错在先 有心里准备做赔偿 看来耍浪漫的代价 还真的不小 有心里准备做赔偿